那有话说老花姨啊 这个光照的强度对植物有什么影响吗 你例举一下这个散射光跟强光 其实这个东西强光怎么理解呢 强光就像我们知道的这种夏日炎炎很绿 这种光照呢是强光 你像植物哈 它只分为耐晒和不耐晒 它不分为洗光和不洗光 有的话说我怎么理解 就是你要知道所有的植物它都是洗光的 我说的 我前前开直播的时候 我说植物离开光照不能活 你例举几个 有话说蹦出来说 那个蘑菇木耳 我的妈呀那是真菌 有话说蒜黄 蒜怎么来的呀 没光照它能长蒜吗 有话说苔藓你试试吧 一点光照 任何光都没有 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 绝对不长苔藓 你去哪个山洞里面看到苔藓了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你要知道植物都是洗光的 它只分为耐晒和不耐晒 就像话说这个洗酸不洗酸 都洗酸 只分为耐减不耐减 懂了吗 都是洗光的 这个光照 这个强度 有的话说怎么感受 我跟画面一直开完药 用脸皮感受 你自己觉得晒 这个就叫强光 你觉得很温暖 这个就叫柔和光 什么植物都能晒 只要咱们人类能够接受 感觉很舒服的光照 当然了喜欢那个 喜欢那种烤油的除外 我就说的正常的光照这个范畴 好吧 这植物都可以晒 尤其是那种带紧的植物 你给些光照更好 还有呢就是 闪射光啊折射光啊 就是太阳直射不到 但是你的墙面地板 或者是一些个书本之类的 它只要能反光的东西 反过来的光植物都可以吸收 一包括你们的灯光 当然了 灯光是不能完全取代太阳的 灯光也有用 听懂了吗 说不 所以说你不要纠结了 什么植物都洗光 在你判断耐不耐晒的时候 你就用脸皮去感受 你只要晒不伤 任何植物都晒不伤 你只要晒伤了 一半以上的植物 它都卡不住了 例举一下呢就是植物的话就是 只要是木纹的开花的 基本上都是耐晒的 只要是 大叶的官叶的 基本上都是不耐晒的 就是基本嘛 好了希望帮助到你 评论区里边大家也可以补充一下 让咱们更多的人学会养花 让花开变整个世界 不是老花一 养花最仁一 白了错不 嗨 嘿嘿 嘿嘿 嗨 嗨